中了向北山川被拿起上油 因为部阵严重 不然蜘蛇都湿起 附近的農民也没法到饮水灌溉 当地基民怀疑是一号市地后 登记白红市地的汇水 才会造成汽水比部阵 而且空气中 也痛痛可以疲到地塞味 让基民是相当困扰 关乎看保局接到民众丁情以后 也够现状勘扎 并以法开出发团 上面养猪根本没有经过化学处理 化分子处理 直接就排放了 所以你看这么臭的东西 人家怎么受得了呢 以及冷藏20年 地塞味的农民实在相当无奈 因为附近四地后 欧北白红火水 已经不是只能够的事情 不但汽水比无量 民众连接本都要配地塞味 非常痛苦 住在这里 这么久 就受到这个 寺地的草味 这样跟影响这么久 我们要吃一个饭 就这样 朋友来 根本就没这么多 这么炒 尤其 我们的农作物 要抽的架子水来灌溉 根本就受到油烟 根本就没法用这个 天然的主缘来灌溉 灌溉我们的农作物 这些人的饮用水 但是现在饮用水 根本就都已经 滲透了很多 根本就没法用这个水 跟小鱼都没走生存 本地没有油烟到 有丧油流下的小鱼 来到它有油烟的油就死了 常常睡到半夜 打电话来说 村长 我实在睡不着 臭的睡不着 你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 小部分的投诉的那种情况 所以是污染非常的严重 而且时间非常久了 像我们这边在地的居民 大家因为是邻居很久了 不好意思反应 其实内心都是很不好受 推出广府宣布局的标识 在这条民众定情意义 以及马上到现场感染 并以化开花团 未来也会继续互动也才改善 那9月30的时候 民众有跟我们陈情 那我们的人当天就有去现场 那已经没有在排了 但是外面还是有一些 租粪的积正在 所以我们现场就是 拍照之后依法告发 那后续的话 因为这个养猪场的 废权处理设施 到底操作状况如何 我们会再加强辅导改善 以化开花团是指示 那是没有真正改善 白红会主的方式 也是由完港区庆际民 民族也表示 希望参观团委 可以重视 必须在改善 可以不用再来 因为第3月 超过昆尾期 记者计算全部都